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话说中国和欧盟的外交战线 就已经延伸到塞尔维亚那一树 事源在3月中 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 宣布了全国要进入紧急状态 在当晚 中国捐赠的首批1,000个检测试机盒 就已经漏夜送达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机场 帮助塞尔维亚的防控工作 当时武切奇就说 欧洲的团结完全不存在 只不过是纸上的童话 中国是目前唯一能够帮助塞尔维亚的国家 除此之外 武切奇还说塞尔维亚和中国 是拥有着一段铁肝的情谊 当然就是够了骨骂 这番说话就不是白说的 在落足鞋油的同时 武切奇就向中国提出请求 就想中国向当地进驻医疗队伍 支援防控工作 因为塞尔维亚的医生已经很累了 去到3月21日的时候 武切奇就终之求人得人得常所愿 在贝尔格莱德的机场 迎来了中国的专家团 在当晚武切奇还亲吻了中国的五星红旗 而且还大赞中国 他就说 中国的专家是第一批打赢疫情的战士 从今以后他们说什么 我们就照着做了 因为除了依靠中国这个兄弟之外 没有其他方法 因为他已经说过 欧洲的团结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他会经常说呢 因为根据欧盟的规定 原来塞尔维亚不能从欧盟国家进口医疗设备 因为欧盟在3月中下了一道命令 说明了 除非得到欧盟各国政府的授权以外 医疗设备不能输出非欧盟国家 因为欧盟都要保障自身的医疗系统 是得到供应才行 恰恰 塞尔维亚就未能申请成为欧盟的成员国 到底这么多年以来 是交着了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科索玉的问题 因为长期以来 塞尔维亚就不愿意承认科索玉的独立 但是去到近年 塞尔维亚的强硬态度已经逐渐放远了 甚至乎有消息传出 本来 欧盟将会在2020年批准塞尔维亚 申请成为欧盟的成员国之一 只不过目前在这个非常时期 看怕都挺难成事 去到4月2日 即是昨晚 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打电话给武士奇 到底他们谈什么呢 在电话当中 马克龙就向武士奇作出了一个温馨提示 就说在3月27日的时候 其实欧盟都已经为塞尔维亚提供了40吨的医疗物资 而且援助的款额达到9300万欧元 比中国提供的环要多 我相信马克龙这里所说的提供应该是无常援助 不会卖给人就当送给人那么坏吧 至于中国的货品又如何呢 由于中国目前就和欧盟争取赛尔维亚的支持 所以我倾向相信 都是无常援助免费送给他居多 而且派住当地医疗队伍 没理由每天断人头收钱吧 应该是免费的 所以塞尔维亚现在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其实就和很多在九十年代和扁政年代时的台湾的邦交国一样 就可以吃尽两家的茶礼 占尽两家的便宜 因为只要他自身一直不去表态 到底是倾向欧盟或者是倾向中国多一些 那两边就会不断地输送一些东西进来 是不是呢 其实以往很多中华民国的邦交国都是依赖 一时和你断交一时和你建交来从中获利 赛尔维亚其实现在也是在做这些东西 但是他可以在这个情景当中玩多久呢 那就不知道了 但是姆士奇肯定是一个醒目仔 至于马克龙还有什么跟姆士奇说呢 他就说他本人和法国都愿意和赛尔维亚团结在一起 面对这场危机 巴黎是支持塞尔维亚加入欧盟的愿望 到底能不能够愿望成真呢 真的要看看这场事情到底搞多久了 否则的话哪有空荡去谈这些事情 接着就说回本地的情况 袁国勇教授今天接受了港台的访问 他在访问当中猛烈地评击了特区政府的废官容官 他怎么说呢 他说部分政府官员仍然对疫情是盲目的乐观 觉得好像没什么 即是俗语所说的不见棺材就不流眼泪 又有些官员以为香港对比起外国就已经是做得非常好 其实都是错误的想法 袁国勇就说 目前这个情况就好像森林大火那样不是说玩的 随时会有海啸式的情况突然之间来到 见到每天录得数十宗个案的时候应该感到紧张 他就叫特区政府的官员不能调以轻心 否则就会容易陷入一个束手无策的地步 袁国勇教授的担心当然是有科学根据的 不是凭空益测的 至于特区政府的防控工作 我们已经在昨晚作出了很深刻的批评 而且还提出了很多建议 有兴趣的话各位亦有可以去听 至于被问及到 到底那些中小学生能不能够在这个年度的暑假以前復课呢? 袁国勇教授就说多数都无望 必须先确保得到 全面復工之后没有再出现社区爆发 才可以再安排復课 至于即将开考中学文憑史DSE又如何? 他就说当局应该做好准备的工作 包括确保考场里头 每张桌子之间就要相距1.5米 而且就要打开窗门保持通风 厕所又要做够卫生措施 而且在休息期间考生就不准谈谈 我觉得这个就是没有办法之中的唯一办法 如果你特区政府真的要勉强将考试进行下去的话 因为你特区政府目前的民望就跌到负了分 没有人是做任何事都服你的 你只能够做好这些措施而已 因为外国政府很多都不考了 这个高考或者会考 比如英国这样就已经不考了 但是别人是有相应的措施 是可以选择一批学生出来进入大学的 但是你特区政府就没有这种管治权威 无论你做任何一种替代措施都好 总有人会反你反到不堪 总有人会骂你不公平 总有人会质言你背后有阴谋 而且你事实上过去的往迹都是这样 所以你就无论搞了 不如你就照考 但唯有做足些措施 那些考生就要尽量保持个人的卫生 千万不要因为过分投入考试 而降低了警觉性 比如说在做试卷的期间 做到眼疲了就用手指去擦一下他 或者鼻歌痕又擦一下鼻 这些一定要避免才好 否则被你考到有十星星都没用 好了 袁国勇教授还说什么呢 他就说发现最近有些市民的防疫意识似乎越来越弱 认为香港的情况是不容乐观 他相信很快有超过一千宗的个案 袁国勇教授还特别提醒年轻人要做好个人防护措施 因为有年轻的个案情况严重 两边肺部都花了 估计跟他没有戴口罩 以及不注意个人卫生是有关的 大家就一定要多加提防 明天又到了星期六 除了小部分人继续要上班以外 大部分人都放假 希望大家就要紧守崗位 千万不要作出一些非必要的出行 例如你到街上买菜或者去看病 我没办法 但是走去郊游 行山 或者坐渡轮去尼岛那里玩 这些就很无谓了 希望大家为己为人都不要再做出这些行为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坐你旁边的那个 他是不是在三月中从外国回香港 或者他到底是不是隐形患者 你全都不知道 坐那些船 肩膀碰肩膀 好鬼逼劫 没事又自可 现在非常时期 为什么要找命拼 那些忽然行山客又是 以为山高海阔空气清新 只不过你那条山径这么窄 大家迎面而来 当对方没戴口罩高谭阔论的时候 那些口碎花不是一样有机会喷中自己 何必呢 根据余户署最新的数字显示 今年头两个月在郊野公园里收集到的垃圾数量 就比去年的同期升了一成 还未算三月 而且只是说收集到的垃圾 通山砍 或者砍去沙滩砍去海 那些全部不算 所以真是无谓了 又污染环境 因为去到这些地方 你没理由还带着口罩 怎么行山 别说行山 行楼梯级都辛苦了 带着口罩 那你去到这些地方 明知都不设防了 那你去来把屁吗 真是 我就不厌其烦在这个节目当中提醒 因为我觉得 搞得这些节目 就有社会责任提醒大家去做的 希望大家多多包容 我每个星期五都讲一次 直至这个情况结束为止 好了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